嗨 大家好 我是魏食堂醫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刻板的印象 就是認為健身教練的腹肌一定有八塊 教授的小孩一定都是念台經教 那身為肥胖症專科醫師的我 應該也要身形得已 容鮮何度 對吧 很遺憾 其實我以前也曾經胖到90多公斤 那究竟我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讓我甩掉20公斤的肥肉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我的 在我分享如何瘦下來之前呢 我先來跟大家說說 以前我是怎麼胖到90公斤的 從小我就是微胖的身形 小時候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經歷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國小全校集合的場合 因為我和隔壁的同學稍微聊了一下天 在台上的老師就指著我大喊 那個穿著白色衣服的胖子給我站起來 這個事件讓我幼小的心靈 深深受到創傷 強烈感到羞恥感 那也從此成為我從小到大 內心揮之不去的一個陰影 那上大學之後呢 和朋友聚餐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我實在是一個好咖 那只要同學揪下午茶 吃宵夜啊這種局 我從來不會拒絕 而且我們家有一個從小 就讓我根深蒂固的美德 就是吃東西千萬不能剩下 那我也謹守家訓 從不放過任何一點剩菜剩飯 所以同學們每次去吃飯 總是不會擔心東西點太多 他們總會是說 放心有衛生長在 安啦 後來步入婚姻後 有了家庭和小孩 那我那整洗食物的家訓 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根本可以說是昇華了 簡直是人肉廚餘肌 老婆吃不完的我吃 小孩吃不下的我也吃 那體重啊體脂肪啊 終於供不應求 造就了我90公斤的體重巔峰期 以上就是我把我自己 養到90多公斤的原因 那我又是怎麼意識到 我自己應該要減重了呢 肥胖跟很多疾病都有關係 也是我們家醫科醫師的 核心業務之一 那我會開始認真減重 主要是因為我居住的社區呢 他預約我半年後的衛教講座 主要講的題目是減重 所以為了讓我自己更有說服力 我必須要自己以身作則 當我自己有親身經歷減重的過程的時候 面對減重的病人 我也會有更真實的心得去分享 病人也更願意跟我去交流 接受我的治療 最早我也曾經試過運動的方式來減重 我也一年曾經很認真的上健身房 但效果不大 也試過打時下最流行的瘦瘦症在減肥 那但這個方式 我也在使用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放棄了它 事實上單純靠運動去減重 而沒有做飲食上的調整 很容易因為飲食上的代償增加而失敗 那我打瘦瘦症的時候呢 則是因為 我有一個禮拜沒有辦法排便的 強烈便秘的副作用 那這也讓我在一週後就放棄了 這樣的治療方式 當然在臨床上的經驗也告訴我 其實藥物減重並不是一個 能夠讓我長期維持良好體重的方法 那放棄它也就是一個 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事情了 接下來進入重頭戲 我到底是如何成功減掉20公斤的呢 減重的初期我做的是熱量的計算 那雖然後來發現減重核心並不在於熱量 但透過熱量的計算 我對於食物有更深的認識 其實這有點像一堂健康的入門客 哪些東西熱量很高 吃了卻不會讓我覺得飽 哪些東西熱量不高卻吃了很有飽足感 那透過這樣的認識 我也漸漸的調整飲食的組成和比例 後來認識了宋醫師推廣的211餐盤 讓我找到一個舒服且能夠長期執行的飲食方式 那我的飲食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我的第一餐是以211餐盤為基礎 吃的是前一晚家人剩下的糙米飯和地瓜 那再搭配一些新鮮現煮的蔬菜和肉片 那因為我老婆廚藝其實不是很好 那烹煮的方式就是水煮然後沾一些醬油啊 那所以他也算是幫我減重了很大的工程啊 但是我還是要說 老婆其實我都吃得很開心這樣子 我第二餐大部分時間是外食 外食的話其實吃自助餐或者是便當算是比較方便的 我會自己抓比例 假如說我拿到一個雞腿便當的話 我先把菜抓出來決定菜的量 那透過菜的量之後我再決定肉吃多少 澱粉的話如果說能夠有地瓜或糙米飯最好 白飯則不一定要吃 畢竟白飯不是那麼好的糖分 我們能夠少吃一些就少吃一些 那以吃到不餓為主 其實我在8個月之內我就瘦了20公斤 那當然前面4個月體重下降是最快的 少了大概15公斤 那後面有點停滯之後呢 我開始嘗試168的斷食 那又緩緩的下降了5公斤 整個減重過程中其實我沒有遇到負胖 停滯倒是不時會遇到 但是我知道減重其實就是一個尋找 最適合自己維持健康的飲食方式的過程 所以每一次遇到停滯 我就是稍稍的在飲食上再做一些調整 那總是能夠順利的度過 體重和體態其實是我們長期飲食習慣的表現 或是我們能夠長期執行好的飲食方式 偶爾幾餐的美食享受 並不會對我們體重或健康有太多的影響的 因此我的心態是 平時就認真吃得健康 那當我遇到聚餐和美食要邀約的時候 我就不會想太多好好的去享受 那當然我能夠在一年內瘦20公斤 其實還是有一個關鍵的優勢 就是我不靠吃東西來紓壓 我主要是透過一些興趣的培養 我從大學開始就一直保持著一些 課外或工作之餘的興趣 每天我會花一些時間看著魚缸 看著我在陽台栽培的植栽 忘掉我生活中的壓力 當以前那些我穿不下的衣服 可以重新拿出來穿 甚至過一陣子又發現 那些重新拿出來穿衣服 也變得太寬鬆的時候 這種改變的喜悅是非常無以人比的 那我也發現工作時的精神更加充足 早上起床變得很快能夠清醒 以前工作連續七小時到第五個小時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好累 那現在會變得比較不容易累 而且連續七個小時的工作 也會覺得蠻輕鬆的 皮膚我也變得比較好 以前只要隨便吃個比較油膩的東西 痘痘就會長出來 當然偶爾我吃一些油膩的大餐 隔天還是會長一些 但現在痘痘的程度比以前降低很多 那我平常沒有用保養品 但是我覺得 皮膚感覺比以前比較亮 比較光滑一些 事實上在 戒掉過多的糖分之後 對皮膚的老化延緩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讓我在人際的互動也更有自信心 體重減下來之後 最常被病人問的問題就是 那我以前遇到一些體重超標 而且關節不舒服的病人 我都不敢請他們減重 大部分的衛教都會放在激勵的訓練 那現在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 就有信心直接告訴那些病人 他可以嘗試什麼適合的減重方法 一些老病人發現我整個人瘦下來了 對我的建議他也會更願意的去執行 很多人會抗拒減重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傳統觀念停留在 要餓才能瘦 要考驗意志力實在太辛苦了 一般人其實是很難靠意志力去完成這樣的事情的 才會覺得 減重實在離我太遙遠 但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 只要你吃對東西 吃得很飽你也會瘦 想要減輕體重 要做的並不是找到一個 快速讓體重下降的方法 而是要找到一個能夠讓身體 長期處在良好體重體態的飲食方式 這個時候減重自然而然的就發生了 希望今天分享減重的經驗 能夠對你們有幫助 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不要忘記追蹤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讓我分享更多減重的健康資訊給你喔 我是衛生長醫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